企业品牌的营销怎么变 我们怎么让企业的品牌的营销 不再是冷冰冰的一个机器 而是说有温度 有这样的一个高度的一个品牌呢 我们怎么来实现 跟年轻人的沟通的时候呢 我们能够实现一个多维互动的 这一块呢 主要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怎么去传温度 速高度 之前我们一直在讲说 移动互联网的带来呢 带来了内容的一个变化 带来了渠道的一个多元化 带来了营销场景的多元化 带来了包括销售的渠道的一些 非常多的这样的变化 但是呢 这并不是说 我们的传统媒体就不重要了 我刚才一直前面举的例子都是在讲 我们的营销一定是说是 一种整合营销传播的一种手段 我刚才讲的三结合 传统媒体和新媒体要去结合 线上和线下一定要去结合 广告和公关要去结合 我们的三结合 这块大家会看到 主流媒体还是非常有用的 在这个人人都可以成为这个主持人 人人都拿着麦克风的时代啊 其实主流媒体的价值还是会凸显的啊 无论我们古老的央视 还是说我们的传统的卫视 还是我们的这些大的这样的版真报纸 这些媒体呢 给你的企业的品牌的传播 很多时候带来的是一个背书功能 你有这样的信任状 你有这样的 很多人都喜欢你的这样的一个信任背书 大家很多可以看到 举个不好的例子 很多人看到这个广告 就是不太好的广告在央视上播完之后 为什么去纷纷去买这样的产品 因为他觉得央视又代表了 国家的一个公信力的一个平台 那央视报了 那表示又国家认可了 对不对 所以很多时候呢 一定说在这种移动互联网的时代 在这种新媒体的时代 传统媒体的这种背书功能 我们该用还是要去用取来 这是一个案例 大家会看到这个产品 我们在冲晚上的一个亮相 这个还是一个非常好的 去凸显一个品牌实力的一个状态 这是在18年的冲晚的一个亮相 所有的产品的话 因为央视呢 本身是一个 一直是一个国家的媒体 国家的媒体呢 它有背后有代表 它的公信力在那里面 那OK 在这个中国的这样传统的节日 像这样的 冲晚呢 一定要去上 其实在冲晚期间 将近会有十亿人去看这样的电视 冲晚 哪怕说有些人在拿手机去看 有些人在书拿 拿这样其他的移动的设备再去看 有些人在拿电视去看 因为电视本身是一个客厅的 这样的一个场景 客厅的场景呢 是很多人一家欢聚的 这样的一个地方 那在春晚的时候呢 当十亿人去看你这样的 节目的时候呢 这就是一个非常营销的 好的营销的一个地点 无论说这个春晚有多么的传统 但是当十几亿看的时候 我的用户在哪里 我的这样的一个大品牌 就应该让更多的人知道 那OK 我就必须在这个地方来亮相 大家会看到 在整个的这样的产品 在这样的春晚现场 这样一个案例的话 基本在春晚的现场 只要镜头往这个观众席一看 都是产品 这个案例在春晚的时候呢 出现了93次 尤其你看采访这些 下面的这些观众的时候啊 这个产品就是长时间的亮相 包括说明星边上 每个在春晚现场去的明星啊 这些人边上都有这样的产品 这就是一种去通过一种身份 去登陆央视的春晚 去来彰显实力的这样一种方式 其实我了解这个状态 就是说当时品牌 在春晚亮相之后呢 在春节的时候 很多人看到了 它对于整个市场的动销啊 非常有用 造成了整个这个产品 在春节期间的一个断货 这就是它的一个效果 当然你看我刚才说 整合营销 整合营销 那不仅仅说是 我就亮相 春晚就OK了 那个东西花了很多的钱 但是这个钱 怎么来出现数倍的作用呢 那这就是整合营销 我们除了说国家媒体 春晚的上向之外 我们还要去 把这些明星要重复运起来 那这些明星 从春晚的舞台上表演完下来之后 我们通过这样的直播间的方式 把这些明星再拉到这样的直播间 再有产品的链向 再把这个 这样的一个效果呢 做这种娱乐化的二次营销 让这个效果 就是四两波前进更加的大 不仅说看到了春晚现场 产品果汁在这里有个展现 而且把这些明星资源 全部都用起来了 都用了一个二次营销 每个明星下来之后 都去直播间 带着这样的产品 带着这样的麦克风 这样的标签的上面 然后呢 还制作了很多短的视频 去做这样的朋友圈的营销转发 这就是实现的一个效果 主流媒体 除了央视这样的主流传统媒体之外 像人民日报啊 这些东西都非常必要的去用起来 通过人民日报 整版的这样的海报 去传递 我们一个品牌的想法 在510中国品牌日的时候 怎么让品牌 占据这样高举高达 在这样的主流的媒体上去亮相 同时呢 结合线下的新媒体的手段 让大家通过扫描 新媒体的二维码 来实现 对你的这样的品牌 产品的一个了解 这个也非常重要 大家看到 我刚才说 看到这个一系列海报 很多因素都具备了 内容 对吧 大家看到 初心 以降新手 然后叫创新 以传承簇 降新 以创新指 这样的内容都是经过 精雕细作 经过大谋的东西 内容非常的重要 同时我的渠道也非常的重要 在这样510中国品牌日的时候 要让更多的人 要让更多的党政机关的人 去看到 这样的广告 通过他的这样的一个 纸媒的一个传播 因为人民日报 有很多的订阅 我们要去影响 更多的人 因为一个品牌 不仅是说要影响 你的消费者 同时 这个品牌 一定要去影响 一些有影响力的人 这个品牌 一定要去影响 年轻人 然后这个品牌呢 一定要去影响 这个 很多的经销商 让很多经销商也要看得到 让他们对你这个品牌 树立信心 让更多的 这样的政府的人 也要看得到 我们活得很好 我们需要政府很多的支持 这就是说 品牌 怎么去借助主流媒体 去强化一个品牌证书 我的品牌的传播呢 让政府看到 让消费者看到 也让我的经销商看到 树立他们的信心 来实现一个品牌的一个营销 借力主流媒体 来强化品牌背书这块 这个人民日报上了吧 各个的这样的内容都上去了 但是人民日报只是个传统媒体 你的这样的 整个的品牌故事 你的整个品牌影响 让大家怎么来知道 那肯定说 我们在人民日报上 还有这样的二维码 是吧 我们去拍 作用这样的VR的手段 我们去拍摄了这样的VR 两分钟来给大家讲 这样立体化的会员品牌故事 这就是新时代 新科技 新的这样的传播手段 带来的变化 这就是这样一个节点 我们通过扫描人民日报上面 这个下面的二维码 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VR 720度 能看到整个 这样的一个品牌故事 这就是说 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一个结合 这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还有一种手段 我们怎么去联动主流的品牌 来传递品牌的价值 2018年的时候 像会员的话 做了国家品牌计划 央上去做 那OK 这样的品牌计划 你怎么去造出更大的声音 去怎么更大的 去做一个届时营销 怎么让这样的品牌呢 发出更大的声量 那OK 我们大家会看到 找了很多的这样的 其他的国家的 代表民族的 代表国家的这样的品牌 Top的品牌 你会看到这样的 红旗的汽车 像我们的民族品牌 比亚迪 还有我们的这样的 这样的海尔 这样一系列的冰箱 我们来发出 我们的美好生活宣言 我们就要去满足 大家对于美好生活的需求 那我们怎么去 玩这样的一个传播 玩这样的技术营销 让我们的品牌更有温度 大家会看到 去联动这些品牌 你看像这个红旗 用经典致敬理想 用时间见证出心 就是一系列这样的品牌 大家会看到 这些内容足够的走心 内容做的足够的有意思 然后呢 这样的传播呢 把这些人联动起来呢 取得了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最后发出了一个宣言 我们叫 匠心守候 只为美好生活 不仅符合整个主流的一个价值观 也把这样的一个传播 最后去做进行了一个放大 来传递了我们品牌的一个温度 我们怎么来携手 很多的国家品牌 来玩转这个跨界的联动 通过这样的宣言 告诉大家我们的这些代表中国的这样的一些top品牌 代表中国的这些民族的品牌 我们怎么是以降薪来守候我们的这样一个企业当当的 这就是我们的品牌的一个温度 让我们这个品牌 大家觉得不仅是一个冷冰冰的机器 而是一个有温度 有高度 有当当的这样一个品牌 在企业品牌营销中如何去传播温度 怎么去树立高度 让我们这样的品牌传播怎么样的 有让大家觉得不是一个冷冰冰的机器 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我的这样的品牌 不仅年轻化 时尚化 我还有人格化 我还有这样的娱乐化 我把我的通过这样的整合营销传播的手段呢 让我的这样的品牌 有高度 有温度 来实现和我的消费者 我的和政府 和经销商 和我的受众 进行这样一个多维的一个互动